这次不光是六小林彤老师 他要一人分饰两绝 分别是美猴王和这个吴臣 而且这个沙森和书八戒 今天也要一人分饰两个人物了 到底是什么呢 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都暂时想象不出来 这次主要是这个 不叫重拍 等于是我们 就是在心里 在心里面 就是对吴臣恩 这位老先生 也就是说他应该算作是 美猴王之父 也就是说中国的西游记 没有吴臣恩老先生 也就没有 后来大家能看到的 西游记这么 快适人口的故事 和我们几位也不会被大家 所熟悉 所以对吴臣恩老先生 这种 这个怀念 感恩 一直就想给他树北里转 这是我们 多年的一个心愿 我和六小灵童 我们在几年前 就一直就想把它 要搞成一个非常 也就是说 让大家能够知道西游记的来源 西游记是怎么来的 这个十路四人 是怎么 这个月染纸上 然后再月到屏幕上 就是给他 给他有一个这个历史的出处 所以我们就是这次能够参加这个戏的拍摄 是非常荣幸的 而且非常高兴 我在这戏里面呢 也就是说扮演了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角色 叫做姚老大 姚老大实际上呢 应该说这个是吴臣恩的 一个一个一个铁哥们 这个这个这个非常非常 莫逆之交吧 而且我曾经救过他几次命 也算是一个比较怪的人 吴臣恩是个很怪的人 不想做官 满腹经伦 他因为对当时的社会 对官场的那些丑恶丑恶现象 深恶痛绝 所以他就想用西游记作为武器 要著书一部棋书 那个姚老大这个人物呢 就是一介五妇 非常憨厚 非常厚道 非常这个这个这个 有正义感 是这么一个人物 但是他也有些毛病 你比如说 他个 有人讲他叫好色 其实我觉得他不应该叫好色 他很他也好美 对 他也好美 而且他是非常 非常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真挚的 对那种美 他是非常真挚的那种爱 所以这个生活当中的姚老大 也就是吴臣恩 笔下猪八戒的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